為了沒收質詢權爭議 韓國瑜二度召開朝野協商 藍綠總召 傅昆奇 柯建民 過程中火花不斷 副昆奇批評柯建民人身攻擊 祈禱一度要走人 藍綠黨團總召 激烈交鋒 綠營主張恢復諮詢權 藍白堅持照議事規則走 民進黨立拼回覆質詢權 加碼提案明定質詢時間 避免類似狀況再發生 因為這個協商結論的本身 你在執行層面上 馬上會出現很多問題 這個是口頭質詢 不好意思 請你尊重人家發言好不好 我每次在講話 你差什麼話 沒有 你在講話 我沒有在插話嗎 再來 再來 快點 咕咕咕咕 院長 我有說錯嗎 根本不尊重人嘛 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 藍綠白朝野協商 一個小時沒結論 而本來強調 尊重院長的黃國昌 突如其來一陣咆哮 大吼離席 上演暴走劇本意外 引發話題 三立兄黃沈波馬 又有NCA小組台北報導